就是每次吃东西一堂 这点生意没法做 白天没人 晚上免票以后进来点赞 正常的话七点到九点 能做到点生意 你看这两天 七点到九点 一单生意没做 今天老过树林广场 发现曾经货包的商场 简单一小子变得很冷清的 里面的很多商家 已经车点 都是这么冷 在找工作的时候 真的卷得太过分了 我一个筛权简历的 HR都看不下去了 就平时实习生岗位 好多人当时我能立即到岗 一天我一周能实习七天 我说我们不加班 不需要那样 他说那周六周日不加班 我周一到周五晚上 可以加班到十点 还有一个女性找工作的 她会直接说自己是丁克 或者未婚未育 不打算结婚 都会写在简历上 你说咱普通人这样找工作 全就是算了吧 就说出这些话的人 反而都是一些高学历的人 我真不明白 今年亏得最惨的企业 它不是阿里 也不是很大 而是很多小微企业的老板 对于很多老板人说 2024年 它绝对不是轻松的一年 雷军的演讲一句话 虽千万人勿忘以 说出了很多创业人 集体的决心 据统计 我国目前工业 有中小微企业呢 已经超过了5200万家 比四年前 多出了1200万家以上 就有数据统计 中国创业公司的 平均存活年龄是2.5年 童年能存活 三年以上的创业公司呢 只占到童年创业公司 7%左右 那为什么 现在老板这么难呢 第一个 老板累死累活的 好不容易赚点钱 发工资 交房租 管理费等等 第二个 官司不断 动不动就成了被告 第三个 劲腿两难 你继续做吧 慢慢死 你不做吧 马上死 我在贷款行业 正是八经的感受到了 是真的难 南通是不是有好几个大友情 什么崇川海门都有 进来是一家茉莉 一家三星 一家优衣库 南通做事卷 哈哈 大江 刀泡马刺 戴森也有 这品牌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些美妆香化 你看 安安等吧 大洛容 这一楼品牌和消消万象会 差不多 地下是一家大润发 刚才这里也挺多的 爷爷不泡茶 现在看的是真多 有点真多不入 这边都是一些小吃 小餐 这边层高好矮 一个立野 在陛下 立野好习惯 有马基 还有花莲 刚才那边是有 陈香桂有花莲 这边应该是壁座了 是不是有点环球港的感觉 壁座进来 一楼是黄金珠宝 然后这边是小米 我感觉整个壁座 人流量都不高 现在已经礼拜五 也不能说普通工作日 这一层三楼 主要都是运动女孩 这是他ab座的连郎 你看整个b座的品牌都在这里了 现在接近六点了 这个人流量感觉不行了 东方莫兰 这也要开冰售室 南通手店 主要是童装为主 看看五楼餐饮子 这个在杭州根本不开队 我当当 律下店也挺多的 这儿儿这家挺大的 土石金牛排馆 头像外交会员 左听右亮 白食 中司料理 最近也陆续面试了几家公司 可是要么被刷KPI 要么待遇太差 今天中午有一家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我前两天的面试通过了 问我有没有入职的意向 我在电话里又向他确认了薪资 这家公司的待遇是 单修底薪4000 转正4500 只用期三个月不交社保 唯一的优点是包装晚间 我综合考虑了一下 给他的答复是不考虑 其中薪资待遇太低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不太能接受单修 我目前觉得就算是找不到双修的 但是最起码也要大小修 如果只是想随便找一个班上的话 那遍地都是工作 兄弟们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我现在深圳这边的房子 迎来了大跳水的时代了 就在龙岗中心城边边上 他也不属于浪中心城 是央企的 你们知道什么价格吗 69平的165万到170万 95平的230万 然后84平的190万左右 他说是公里房 其实你们信吗 只是说为了不让老业主干嘛干嘛 是吧 然后就说他是公里房 其实他就是正常的价格 什么大环境不好 还有那么多的人想去辞职 这一个月我就接到了5个朋友 跟我说他马上就要失业了 他们每个人的平均夜薪都是在2万左右 有的是主动辞职 这有的就是裁员 两万天才发现离职的原因 根本上都是一致的 一是大家真的是都卷不动了 他不想去拿命换工资 我朋友A说 因为整个市场环境都很差 我们公司从原来的商修 变成了大小修 老板抢制加班到晚上8点半 如果说8点半之前走 就感觉自己跟做贼一样 还有每天的日报 周报月报 以及各种无效会议和PPT 有的同事甚至 远到身体都出现问题 严重的内耗 他就只能辞职去保命的 对不对 二是公司真的压占的太狠了 我的朋友B说 他之前三个人干的活 现在辞职要两个 而且他是并不会招人进来的 他把走的那个人工作直接交给了他 老板还开始画饼 开始肯定他 说很看好他 一定要重用他 拜托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不要耍这种小把戏好不好 干了一个月 身体和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 但是老板仍然没有招人的意思 就觉得受不了了 就要辞职了 三是公司开始想翻设法 扣工资 严查考勤 迟到一分钟就扣一板 就原本的基础工资 就拆成了基本工资加绩效 但是绩效是永远都拿不满的 实际到手就相当于 之前工资打了七折 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反思了 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明明自己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但是却让工作代替了生活 好像经过几年口罩事件后 我们对自己和对生命就有了重新思考 学会了顺应自己内心的感受 爱自己为自己而活 就用我妈常跟我说的一句话 工作虽然重要 但是不能因为挣钱而忽略了身体健康 不然的话 你就是即使有命挣钱 你也没有命花呀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企业从连锁汉堡店到汽车制造商都受到冲击 而且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改变 路透社指出 中国房地产业持续低迷 就业安全感普遍缺失 使得脆弱的经济复苏更加艰难 中国经济放缓 以波及国际企业 星巴克 通用汽车等公司 以及受中国出口限制影响的科技企业 都对中国经济疲软发出警告 政府的刺激措施尚未有效刺激消费 加之房地产业 债台高筑 导致消费者购买意愿下降 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 马利巴拉上周表示 目前市场形势艰难 亏损的公司不断增加 这种状况无法长久维持 通用汽车在中国的业务 从曾经的盈利变成了财务负担 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不及预期 家庭消费更加谨慎 6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速 跌至18个月来的最低点 从汽车 食品到服装 企业纷纷降价促销 为了阻止经济进一步下滑 政府上个月出台了 针对消费者的刺激政策 支持设备升级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但人们的担忧并未消除 分析师警告 除非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 让消费者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否则 现行的发展模式 可能会加剧长期经济停滞 和通货紧缩的威胁 LPL Financial首席全球策略师 昆西·克罗斯比说 政府没有推出能扩大经济基础的刺激政策 这让人们非常担忧 美国公司越来越难以将中国市场 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上季度 苹果公司继续受到中国市场拖累 这家iPhone制造商 在中国的销售额下降了6.5% 降幅远高于预期 而中国市场占起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表示 预计中国美容市场2024年下半年将持续低迷 目前尚未看到市场情绪明显好转的迹象 从星巴克 麦当劳 到宝洁公司 其他消费公司的销售也受到了影响 而国内旅游需求疲软之际 万豪酒店发出了收入预警 奢侈品制造商LVMH 以拥有股值的开运集团业绩不佳 英国的巴宝利和德国的雨果博斯 发出盈利预警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显而易见 医疗设备制造商 塞莫菲什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马克·卡斯帕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的疲软程度 令全世界都感到惊讶 同时 比亚迪等国产电动汽车制造商 推出廉价车型 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价格战 特斯拉 宝马 奥迪和奔驰等外国厂商 纷纷卷入其中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 中国政府以各种理由实施的打压 也使跨国公司雪上加霜 分析人士表示 压力不可能很快缓解 Aquity Capital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斯图尔特·科尔说 经济放缓持续如此之久 令人惊讶 疫情限制取消后 人们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将反弹塌说 这种景象短期内难以再现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